啊 吃个吧 16人 大家好 我是小勇花了这个十多块买了个西瓜三块钱一斤 不知道咱这个老家这个西瓜卖多少钱了啊 很久没吃西瓜了啊 现在呢是在318国道上面啊这个叫老318国道啊往成都方向跑 现在到这个成都 绕成高速下边了啊 再往前走就这个围着外环 啊 这就跑 从西边进来 往东边跑啊 现在干了115公里了大概有的啊 冒烟桶呢这个这个 这个不行了啊 又这个 松了嘎嘎嘎嘎的响 这个往这边来走这个 走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快速路啊 哎呀这个都是六车道啊 单向车道 一边三个六车道啊 这个这个还是跑平原得劲啊一点也不费劲 一进入成都车太多了啊先不落了先把螺丝上一上 回来再给大家聊 现在到成都了到新都去了 完了这个看的这边西瓜标价是两块五 我今天在亚恩买的瓜买贵了啊 早知道在这边买了啊 放车上也没有吃 现在呢都快七点钟了跑了两百公里 走 带大家到这个这边夜市看一下 咱吃个这个 烧烤 转了一圈这个烧口不少啊 咱今天吃个不一样的吃个新疆 这个沙瓜大盘鸡啊 再整这个两串羊肉串喝点冰啤酒啊 好长时间没这么美了 羊肉串 在这里这个气氛挺好啊花生米 加整个 点了两个菜烤了一点块 哎呀 大无数啊 加整一个 没点这么多串啊 要了两个菜 这个呢15这个1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物价 我呢也是 这是 第一次吃这个馋啊 这是烤鱼 10块钱一片的烤鱼 还有这个羊肉片 这个是新疆的这个馋 是吧 我没有吃过 这吃这个味道挺好吃的 两个人的饭量啊 配上那个花生 咔咔咔香 吉红柿炒鸡蛋 早做了酒带 来一口烤鸡蛋 再来一口烤鸡蛋 这肉干挺香的 看点串啊 好得看着挺辣的 看点串啊 好得看着挺辣的 嗯 然而味石头 今天晚上以吃为主啊 酒的话倒个一瓶就行了 喝多了也不得日 这个土豆啊炒的有点酸 嗯 今天把这个土豆装煮实了 再吃个饼 咱一点不浪费啊 干了那个三瓣大蒜 把菜吃的干干净净 还是光盘行动 现在7点40分了啊 这个人均消费50刚刚